Hello,大家好,我是冯老师 我们在使用Photoshop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暂存盘隐满的情况 这个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因为 你的C盘的容量太少了 你C盘可能就已经变红了 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你去将C盘里面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桌面的一些比较大的文件 去把它删除掉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愿意这么干 那不这么干的话 那你有时候在保存或在移动的时候 那个暂存盘一满总是出现 会让你无法操作 怎么办 还有种方法怎么处理呢 在编辑里面有一个命令叫做首选项 这个首选项里面呢 有一个命令叫暂存盘点击 为什么我们要去作战那个处理呢 实际上你在第一次去使用Photoshop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作战那个处理 你可以发现其实我的Photoshop里面的一个C跟D 你看都没有勾上 勾上的是什么呢 EFG 这个暂存盘是指你Photoshop在使用的时候 会掉那个盘幅 容量越大 它肯定就会越好 一般来说 它会默认的给你勾上C盘 其他盘不勾上 你可以看到我的C盘只有5.38GB 这就说明我如果在处理大点的文件 可能就保存不了 或者说不能处理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那如果是之前的效果 那它应该是这样的了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默认状态 你打开之后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地方是可以替换位置 这个都无所谓 如果你想让你的暂存盘变得更大 然后还可以继续去使用Photoshop 没有卡断的现象 那怎么办呢 把EFG 当然有的人可能没有G盘 可能只有E盘 那都可以 只要你把C盘以外的 C盘不要勾 把C盘以外的全部勾上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暂存盘 刚才出现了不能保存的问题 那现在就可以去保存了 其实这是你安装好Photoshop之后呢 你第一件事就应该干这个 应该把暂存盘线做一个修改 但也有另外情况啊 比如说你的C盘有500G 你的C盘有个ET 那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C盘很大 所以它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